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喊大小姐的人实在是很多 但是这一位大小姐能够居大卫 除了居大卫 她又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 那她心狠手辣的结果 现在都慢慢提到铁板 她有可能挽垮台湾 她挽垮赖清德 她也挽垮侯友宜 她究竟要用什么方式 去挽垮赖清德 去挽垮侯友宜呢 我请到了我好朋友 华人智库董事长 崇敬坦白 主持人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 欧教授好 刘华哥好 请问一下 蔡英文的心狠手辣 我们通通知道 我现在就讲三则 大家不知道的故事 第一个 各位有没有发现 赖清德制参选以来 她的流量居然不如 蔡英文当年的十分之一 这个我们欧老师呢 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就是她的油管也好 就是她的发言也好 蔡英文总是有能力 把她定在那个地方 不让这个欧教授的订阅数 或者观看数向上提升 所以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议题 我先问欧教授 你把你自己的亲身经历 能不能讲一讲 而后我们再来讨论 她怎么搞赖清德 她怎么搞 她就把我的订阅数 永远锁定在44444的上下 为什么 因为这个触我眉头 就是4444 是不是 就是加起来就是一个死字 对不对 对 那她是用什么方法 这个就是在油管可以买广告 我们称之为反广告策略 因为油管毕竟是一个私人公司 所以你爱买什么广告 她就能买什么广告 所以她在我身上下了不少赌金 就让我们在油管上面 前几位定位数总是锁定在 这个英文说的44 也就是说她就想触眉头 那她这套方式 那您认为有没有效 她对于很多意志不坚定的人很有效 因为就会做不下去 因为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你好像被所谓死神锁定 其实根本不是 就是一些数字的游戏和金钱的游戏罢了 但是上网广告不可能永远下 所以最近我又突围成功了 我们终于又向445迈进了 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说 她当年就是用FB的方式 过去用FB只要打韩国瑜三个字的话 她有1300万甚至于到了3000多万粉 结果一夜之间变成了800万 那也是买反广告的效果 对就脸书的反广告购买 所以那你认为我们的大小姐 可不可以主导2024的选局 她当然有这个办法 尤其是要打倒赖清德 光是一个春风专案 还有一个数字码叫5041 赖清德就够呛了 所以赖清德才会发动静周刊 再去连结郭台铭去搞疫苗事件 企图把这个火烧回去蔡英文的办公室 而且连着再抄当时候的市长候选人陈始忠 这是赖清德他自己的算盘 也就是说他想要来一个唯卫救赵 可是蔡英文呢立刻施了另一个招数 就是请君入欧 而且是打折随棍上 所以现在赖清德跟蔡英文 入死谁手还很难说 而且静周刊就夹在中间 看起来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有话哥 其实欧教授刚刚讲的 我可以提供几则大家不知道的讯息 当年他当年这个赖清德跟蔡英文竞争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你赖清德发的很多的文在脸书上面 居然被限流 当然也有陆陆续续的刊出 但是他时间拖得非常的长 那第二个呢 当他在刊出的时候 蔡英文的1450的网军 就针对他每一篇文章 或者他发表的感想 对于他不断的骂他 不断的攻击他 那弄得赖清德到了最后 就是说你们太厉害了 我也扛不住了 你们就放过我吧 那赖清德讲完没有多久 欧教授我想请问一下 那你连赖清德都认输了 他为什么啪的一丢 就是所谓的春风专案 同时春风专案出来 你我共同的朋友 就受大小姐的请过 对不对 蔡大小请托 说你给我告诉赖清德 好 你给我告诉赖清德 对 我的狠近 他是不知道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也就是赖清德看起来 是吃不完都得走了 对 那个时候 我的朋友怎么会去传话 我们两个朋友怎么都会 共同的朋友怎么会帮他传话 因为他这是已经够狠了 吓得听的人在现场的都直接产生动手了 所以看起来他们就是要预除赖清德而后患了 如果赖清德再不收手的话 那恐怕整个绿营里面就有火烧连环城的事件要出生了 而且事实上真的发生了 蔡英文真的来了一个大爆料 也就是透过春风专案 先把赖清德那些同党啊 也就是新潮流的人呢 先给端了一锅人给出来 而且买账 已经好些人了 因此退出政坛 现在呢 那些名单少说还有两三百个 那陆续把他给丢出来 那还得了 有话 对 但是我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讲侯友宜 各位要那个知道 新北市议会不是要让侯友宜血流成河吗 对不对 结果呢 现在却让侯友宜亲戚过关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侯友宜现在的答复 你有没有看到大小姐 蔡大小姐 她还没有出手啊 据我所知又有一个专案 她要抛出来的 就是刑事警察局的侯正专案 就是侯友宜跟郑南荣的抓侯专案 这个专案出来 会不会是一颗定时炸弹 但你看他现在是攻击国民党跟民进党 这两个大选参选人 那当然他先攻击赖清德 可是他为什么要回过头来 还要进行什么打侯专案呢 因为他是要完成双杀任务 他既不给赖清德 也不给侯友宜 他真正要给的是另有其人 他要完成双杀 那你是在暗示他要跟朱立伦配合 还是朱立伦配合 我这不是暗示 这是我从头到尾 已经给观众朋友 几乎是连续继续式的说明 那中央厨房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呢 那是一脉相承 有阿哥 的确 现在的蔡大小姐 就是台北 整个台湾都在找大小姐的人 那答案公布真正讲大小姐这个人的叫什么名字 叫苏贞昌 苏贞昌也吃过大小姐的苦头 所以他一直喊他大小姐 没有想到李大为跟郭台铭通电话 他说大小姐说你可以不必买了 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 大小姐的确是一个狠角色 她的角色是狠 已经超过了马英九 甚至也超过了陈水扁 那更重要的是说 你大小姐在2024的时候 很多人说你剩下一年的任期 你就看守吧 但是就我跟欧教授共同的看法 这个大小姐她不甘寂寞 一定会有爆炸性的东西 全部给踢出来 当她踢出来的时候 无论是柯文哲也好 无论是侯友宜也好 无论是郭台铭也好 无论是赖清德也好 才知道我们大小姐的心很手辣 这一段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